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将近122个国家支持调查病毒起源及各国应对疫情的情况 在此之前 北京通过各种方式做了各种努力 比如说有通过穆罕默德利坚同志放话 广图混淆视听 说这是美国军队到武汉来参加运动会 可能是他带来的 但是这一招实在是太低劣 引起了全世界 尤其是欧美主要国家的反弹 甚至把疫情一开始的时候 世界对中国一些同情 觉得这事怎么让中国赶上了 把这种同情转化成了怀疑和愤怒 这是为什么在5月18号今天召开这个世界卫生大会的时候 有这么多人来支持的原因 这里面甚至包括一些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盟友 甚至是个人关系非常非常好的 比如说俄罗斯总统普京 俄罗斯这次已经表示要支持这次调查 那更不用说传统的美国的这些盟国 比如说澳大利亚 在这之前啊 除了穆罕默德利坚 这个大放厥词 妄图这个转换目标 只要把水搅混这个努力以外 他们对澳大利亚也采取了威胁的方式 意思就是说 如果澳大利亚支持搞这么一个调查 那中国人民为什么还要买你的红酒和牛肉呢 我看到甚至有些外刊 用了一个一语双关的标题 说北京的beef 北京是beef with Australia 实际上这个beef在英文里边也有争端吵架的意思 那么这里面明显看出对澳大利亚也不起什么作用 澳大利亚的总理也说了 我们非常重视和中国的经贸关系 但我们绝不会放弃我们的底线 而且中国威胁澳大利亚的这一招 更是错上加错 为什么呢 他让世界所有国家看清楚了 这个国家国家之间交往 这种事情是这个关系是多方位的 非常复杂的 那么或多或少 或远或近或长或久 他们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 甚至有一些争端 那么在这一次事实上已经非常清楚了 那就是不管病毒哪来的 这个疫情是从中国来的 这个恐怕是没有什么争议 在这种非常清晰的情况下 中方对要求调查的国际组织 或者是其他国家采取这样一个悍然威胁的方式 让大家感觉 那这事还真不能玩 那本来可查可不查 那现在看来那一定要查 那否则的话 这不是给这个 在国际间利用这个商业威胁和恫吓 为他们打开了绿灯嘛 所以这是赵立坚是这个第二招 他们使得也非常的这个拙劣 那么第三招我们看到了 那就是今天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在疫情发生以后 第一次在这么多的国家参加的一个会议上 公开直接个人发表 他对国际上一些关注的一些看法 那么习近平的态度呢 比之前有所放软 他说中共支持对病毒大流行的处理进行调查 但同时他说这个调查 得等到病毒得到控制以后才能进行 那同时在这次会上 中国又想尽千方百计 阻拦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 这也招待了很多国家的反对和警告 可以说这三板斧 那就是一开始是想把火引到美军身上 第二招通过威胁澳大利亚要立威 当然不只是威胁了 他们对澳大利亚的小麦已经征收了高额的关税 那第三招由老大亲自出面 本来啊想的可能是要一锤定音 叫定于一尊一锤定音 结果这一锤头啊砸得也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啊这个习近平在他的发言里面 仍然是啊没有全部说实话 因为他的原话是说 中国第一时间发布了基因序列 啊事实上相反 这其实是他的一个硬伤 比如说啊武汉病毒所 在12月30号就已经知道了病毒的基因 那么2020年的1月2号 武汉所将全基因组序列报告给了中国疾控中心 啊中国政府从1月2号一直拖到1月12号 才向WHO世界卫生组织通报 而且这个通报啊啊很有可能是被动的通报 因为早前一天上海的一个研究所 一个张永震的科学家 他在1月11号已经啊打引号擅自透露了基因序列 而且在这个啊这个研究所透露以后啊 北京把他给关了 他用的名义啊是要停业诊断 但是这个发生的特效第二天就给他关了 所以可见如果不是上海的这位啊 向世界公布了基因序列 那么1月12号中国政府会不会向社会组织公布这个序列 那恐怕还是一个问号 所以那习近平后边说的啊 中国不但在第一时间发布了病毒基因序列 而且毫无保留的同各方分享防控及就职经验 尽其所能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了大量支持和帮助 但我相信习这说的里边啊啊 有相当多的情况也确实是如此 那中方确实也给海外啊 这个提供了他们啊一部分的帮助 但是这个任何事情啊 在一个啊信息不得不得到封锁 很多情况下得不到充分交流的这种情况 都要对他们的这种声明和发言打一个问号 比如说第一时间公布序列以后 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 对不起 如果你在中国国内的科研院所之间 都不能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 我们怎么能够相信你跟世界各国其他国家 竟然能够保留以及分享 比如说啊 那非专业人士就是这个李文亮医生 他是他不是这个传染病专业的 但是他作为一个啊医生 他发现这个情况以后跟各方分享 跟他的同事分享都被你们叫去训诫 而且目前看来啊对李的这个处理方法 那就是说啊武汉派出所一个小副所长 啊程序上有问题啊 只处理了一个副所长 甚至还后期还表彰了 初期啊污蔑这些吹哨人的啊 新华社武汉分社的记者这个廖军 从这方面看来啊 他们对在中国国内啊 在一部分专业人士 甚至是准专业人士之间 分享这些信息都采取了非常啊 严酷的一个态度啊 训诫打压啊 那么李文亮先生已经啊 作股为这个事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那么我们啊 如果没有看到整个社会啊 从上到下从机制上 从执行的这个效率上啊 相关的情况没有一个根本改观的话 我们就说实话 一个有正常智商的人都不敢相信 说哎呃在国内都这样 他们能跟国际能够毫无保留的 分享各方的信息 另外啊在最近这段时间 可以说中美双方啊 他们这些官员都有些甩锅的表现 也有一些吹毛求疵的表现 很多时候啊都是一些啊在做局啊 比如说这个中方甩这些锅 我们就不说了啊 这个赵立坚说了这些话 做了这些事 那美方啊很显然也有一些啊 这个比如说现在刚刚被任命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的这个啊 马克罗比奥 罗比奥他自己就说 当然他是铁杆的反共这个分子啊 但是他自己也坦率的说 我并没有看到充足的证据 能够证明啊 这个病毒就是从武汉实验室流出来的啊 这个目前确实也缺少这方面的证据 大家都在猜测 这个最终的情况只能等这个调查啊得出了结果 才能啊有一个相对靠谱的一个结论 那么在双方都甩锅 双方的政客都有些不太靠谱的这种啊论调的情况下 大家只能根据这些一次又一次发生的这些新闻事件来啊揣摩 来分析出一些脉络来来看谁的话到底可能像啊可信度更大一些 那么从这个啊他们对待啊李文亮的态度啊 他们对待新闻事件记者廖军的这个态度那么都能看出来啊在中国讲真话 他肯定是不受鼓励的 所以从这个可以推论出啊在国际上你讲的话又有多少真的啊这个啊 像他自己说的啊公开透明负责任呢啊这个啊 通理可证啊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关系 另外最近关于中国这个责任里边 比较这个有意思的一个说法 是这个纳瓦罗啊他在接受FOX采访的时候他举了另外一个例子 他说啊中国在啊12月底啊就知道了这个病毒的事情 到1月初啊他们就开始啊1月中旬 他们就开始封城了啊就把武汉封了 那个时候中国国内他们禁止了各种交通 但是中国并没有采取措施 让啊这些国际旅行终止到结果啊 结果就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国际游客啊 从中国飞到世界各地 于是把这个疫情啊就传染到了世界各地 这个话说的吧说实话 还真有一些啊这个比较高明的一个狡辩的成分 我们反过头来说在那个时间啊 中国首先这个事情也是事出突然 谁都没有经验 中国自己也是一团乱麻啊 可以说出了很多的这个差次 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如果悍然把啊这个国际航班全给停掉 让各方都出不了国的话 那恐怕给世界造成了这个震惊 和对世界经济啊 对政治对人心的人的信心的整个的冲击 那是无与伦比的 所以也有两种可能 那三种可能吧 第一就是中方当时啊没经验 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第二那就是啊 全部的精力啊 心神都花在了 怎么尽快在国内把武汉封住 不要让这个事情在中国蔓延上啊 想不起来啊 顾不上啊 这个国际旅行怎么办 到后来只有到到这个事情 这个疫情的特点逐步的这个发展 他们意识到啊 这个这个东西是一个全球性的大瘟疫的时候 才开始哎 也是这个封锁一些啊 国际的这个航线啊 各国世界各国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个路子来的 那么第三个可能呢 那就有可能是啊 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偏向美国的这个成分就多一些了 那有些人可能就会自觉不自觉的啊 因为中国这些年这个仇恨啊 仇外的教育 这种小粉红的爱国主义的教育 与和团式的教育啊 确实啊浸润到了他的组织的方方面面 那么是不是有些环节 有些人明知道这个东西啊 得赶紧在对外的旅行和交往上也尽快采取措施 但有些人就不说啊 或者说啊 有些人说了在某些环节给堵住了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这三种可能 实际上到底哪种可能性更大啊 可能是三者都有啊 那么这也是要取决于将来有世界卫生组织牵头搞的这个啊 调查或者他们现在叫审议啊 能够审出什么样一个结果来 那么我本人对这种调查啊 说白了 如果世卫组织来牵头搞这个东西 我并不是抱特别大的希望 因为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啊 那这一次可以说他和中国和北京啊 他是在啊这个啊他的利益啊 紧紧的捆在了一起 不光是钱的问题啊 当然中国又许诺给20亿 这是一批极大的资助 不光是这个问题 那实际上如果世卫组织 他在中国查出来的问题越多 那就意味着前期到现在世界各国 尤其是欧美国家 对世卫组织防疫不利的这个批评 就更有道理 所以他查出的问题越多 他自己的问题就越多 他自己谭德塞下台的啊 这个呼声就会更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最有可能做的是霍西尼 霍西尼的第一步就是从这个啊 名称入手啊 美中国和世卫 现在都同意用一个词叫审议啊 开展审议 审议就包括啊 咱们梳理一下当初怎么回事 讨论一下啊 以求这个将来更好的发展 美国这个这个调查这个字啊 以及澳大利亚这些人要求的 调查这个字就是奔着问题去的 说白了 就是带着一种啊 先入为主的意见去 当然这种先入为主的意见 并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很显然啊 这里边是出了非常巨大的问题 那么这种情况下啊 最后可能是会发现一些问题 但这些问题啊 和前期发现的啊 这些东西不会有天差地别的一个影响 最后在在词语上 在外交的语言上 在做一些润色啊 更符合审议的这样一个特点 这事可能也就不了了之了 那除非这个情况 就是在近期的这个外交博弈里面 美方能够再使出一些杀招 让整个的这个调查啊 沿着由美国处导的这样一个方向和方式方法往下推进 否则的话啊 那是调查不出什么子手银帽来的 因为到中国调查 说白了啊 你有权调取证人吗 证人里面有政府官员啊 说白了 谁才有权这个啊 去谈 去跟当初派到武汉的这个专家组去谈 谁跟武汉的这些卫健委这些人去谈 这个东西想想都是一个巨大无比 复杂无比 凶险无比的一个工程 所以我对这个调查啊 不是特别的看好 那么在中美两国关系日渐紧张的情况下 欧洲怎么样面对北京和华盛顿 我们这个话题啊 在前几期节目里边已经进行了相当多的研讨 那么今天新苏利士报啊 周日版啊 这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那就是啊 这是德语的一个媒体啊 他就说超级大国中国现在够不够格啊 实际上这也是世界各地很多的媒体都在问的一个问题 就这一次啊 中国会从新冠危机里面脱颖而出 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成为地缘政治世纪的赢家吗 那么我们看到新苏利士报周日版 他发表了这样一个观点 来源就是因为是有一定依据的这个问题 那就是说从经济上看 中国的恢复速度啊 比西方国家更快 甚至是在疫情爆发之前就有观察家预言 中国很快会超越美国成为超级大国 COVID-19这一次的疫情的危机会大大的加快这个趋势 但是是不是因为中国的恢复比美国快 甚至可能通过疫情之后啊 很可能是三下五除二就在经济总量上 在这个相关的指标上就一举超过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超级大国了 这个事我认为啊还是相当扯的一个事情 说白了 超级大国不是因为有钱或者是航空母舰多就能成为超级大国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 日本德国早就是世界超级大国了 他不是 那美国啊同样 他目前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 他的吸引力或者他别人把它看成超级大国 就在于他这部宪法啊 这个制度说白了 现在就算是特朗普啊 这个竞选连任失败啊 拜登上来了 或者将来不管再换成谁 只要美国这个宪法不变 美国这个法治啊自由竞争的这个环境不变 他仍然会是世界上一块巨大无比的这个吸铁石 再加上二战以来 他们用啊这个美元构筑的这个国际结算体系 以及啊美军构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啊 这个环球的这个武力武装的保护体系 这都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用经济的一个指标来衡量啊 谁谁谁又成为超级大国了 是十分不靠谱的一个做法 那么我想起来前段时间有个朋友啊 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他说中国啊离这个啊 超级大国的路子还很远 就是没有处理好软和硬两个关系啊 怎么这么说呢 那就说啊作为超级大国 你该硬的时候啊啊 中国表现的非常软 但是该软的时候呢 他又表现的非常硬啊 那在这个情况下 那就说他成为超级大国就啼笑皆非了 那怎么讲该表现这个软的时候 他非常硬呢 啊比如说外交啊 外交是人员干什么的 外交人员啊 这个我非常喜欢看我明镜的节目里 那个崇晓农先生的一个看法 啊外交人员就是白手套 就不管多黑多脏多烂的话题 你得戴上白手套来讲来聊 来跟对方谈判 最高的高手啊 这个外交方面的高手 那是谈判高手 而不是大放厥词啊 以为声音高啊 用了词脏就能把别国的这个外交官下退 就能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 这恰恰相反啊 真正的高手都是这个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谈分桌上就把问题解决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些外交官 他就是该软的时候 他非要硬啊 做的十分的不恰当 那另外说啊 这该硬的东西 他又非常软呢 当然了 这个小粉红听起来可能会非常不高兴 他们觉得他全身上下哪都硬 事实上全身上下 除了手指头哪都不硬 我们看他们引以为豪的民族企业华为 华为原来给人的感觉是特别硬 中国现在喜欢用一个词叫硬核 硬核企业 硬核企业家啊 这个怎么怎么怎么样 我们说实话没看出来有多硬 因为华为啊 是一个啊 怎么讲啊 在中国的这个氛围下 能成长起来这样一个企业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应该是这个啊 无庸置疑的 但是为什么华为在美国的步步紧逼 在组合拳面前变得虚弱无力啊 打得满地爪牙 那么这个时候特别是最近 美国商务部呢宣布扩大对华为公司的禁令 要求那些依赖美国设备和软件的外国芯片自责商 必须取得美国商务部的特许 才能向华为出口芯片 那么这个决定啊 可以说又把套在华为脖子上那个绳子又收紧了一圈 这个措施对华为来讲 那是一个灾难性的 那么华为的轮值董事长郭平啊 在5月18号 他也发表了一个叫跨过时间向未来的一个主题演讲 他的这个演讲里面坦然承认 因为美国这个措施 华为的业务将不可避免的受到巨大的影响 后面又说了 但有信心能够找到解决方案 他还说了一句话 特别有意思 他说不能理解美国政府持续打压华为公司 到底能给世界带来什么 最后这句话说的 就有一些叫得便宜卖乖 或者叫揣着明白装活动了 你比谁都清楚 为什么美国政府要持续打压华为 另外这个信心啊 这到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我们看不到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 商务部的信息出来以后 华为紧急下单给不可避免要受到规定影响的台积电 好像下了7亿多美金的一个单子 但是也有传言说台积电已经不能接受订单了 说白了 如果你真有信心 你不需要订这么多的东西 你就自己用你们研发的芯片搞就是了 事实证明还确实不行 那最近我也跟很多华为的人打了一些交道 华为最近裁掉了很多人都离开了 离开以后他们心情比较放松 也少了一些顾忌 讲了很多故事 比如说这个华为当年这个叫920来着 那个720还怎么着 就是抓员工那个事 李洪源那个事 当然也讲了华为很多这个内部的文化 我问他了 我说你们这个不是搞个鸿蒙吗 鸿蒙挺厉害的 如果哪一天美国说连这个安卓系统都不让华为用了 你们就马上用鸿蒙顶上 大家都笑了 他谁信呢 鸿蒙就没有这个东西 国内这个华为内部有这个词有个代码叫鸿蒙 这个将来可能要搞一个东西 但是除了这个名字以外 啥都没有 没有什么像模像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很多的信心啊 都建立在嘴炮的基础上 这个 这也是很多 国内的所谓的超一流企业 它的真实的一个样态 当然坦率的讲 我们不能克责华为 因为本来在全世界这个全球化的分工里面 大家各有侧重 就可以 比如说华为 你的特点不是造芯片 那你就别造 那你就集中能力 把你的系统集成 把你的这个 说白了 这个细节的优化做好 那足以让你成为世界一流的这个通信企业 确实他们已经做到了 但是很遗憾的就是 这个中国在外交上 在整个这个国家定位上 这个冒进的一个做法 给他自己的企业带来了 这样一个深重的灾难 所以我认为华为啊 最大的可能是根本就挺不下去 讲起华为 我不禁想起这两天啊 还流行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视频 那就是好像国内有一个什么太极行义权大师啊 这个又来挑战这个自由搏击啊 我说错了啊 我对武术不是特别懂啊 这位啊叫魂元行义太极权掌门人马宝国啊 他68岁了 他啊屡次挑战这个一个业余的搏击爱好者叫王庆明 王庆明啊50岁 说实话貌似看起来他们俩最先不应该打 因为一个68了一个50了这不合适 但是遗憾的是是这位老先生主动发起了挑战 人家王庆明啊是应战 结果开场4秒 马宝国就被击倒 而且30秒内被打倒了三次 这个又成为了中国微博微信上的一个热门的话题 当然我们看到啊 这一次中国的网民在进步 没有人出来说 哎呀那马老师还没来得及使出内功呢 就被王庆明打倒了 再给他一会儿时间 他使出内功 王庆明欺笑流血可能就爬不起来了 我没有看到网民这么说 可见中国的网民在进步 也说明啊 这个啊 中国这些网民脑子本身是没问题的啊 就是长期的被单向性的信息熏陶的话 流露出来那一副流氓嘴脸 那么我为什么想起马果国和王庆明的这个对决呢 是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那个姓徐的小伙儿啊 就是到处打假的那一位 他不是已经干掉了无数的民间啊 这个无数人士吗 有好多啊 都是这个啊 功夫是相当厉害的 比如说有我看有一个老太太 手一伸他的徒弟们就翻着滚的往后打翻 就是被内功啊给震的 那么这些年啊 这个徐还没有输过 对吧 大家都知道 而且最新的信息消息是 这个少林寺的一位高手 已经向徐发下了战书 这个徐啊 我看了他一段视频 他说我实在是不想应战 因为他的年龄比我大 我不想跟他打 但是这位他这个这个少林寺的高手 不依不饶的非要挑战徐 那么徐说那我这次我只好迎战了 我一定迎战 请大家关注 那这个结果能怎么样啊 应该不会有太多的这个悬念 哎我就有一个问题了 那为什么在国际的高科技领域啊 华为要屡次的挑战美国呢 这就像啊 这一位浑源形役太极拳掌门人马保国 你68岁的老人了 你就做一个老人应该做的事 你练练太极拳不挺好的吗 你非要跟啊 自由搏击爱好者打 而且你把人家说的一钱不值 把自己说的是高高在上 好像你就是听众的武林高手 结果怎么样 哎开场四秒就被干倒 哎呀我看的那个视频啊 实在是不忍心 并不是说马老师水平不高 他水平可能很高 但是你定位不对 太极拳干啥的 太极拳用来健身 用来跟广场舞是一个门类的 那你非要跟自由搏击爱好者打 你这不是说白了 至早不自在吗 但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坦率的说 那就是因为 他们被自己的徒弟给骗了 他们的徒弟长期 这个为了维护这个商业链 是不是 那一定得把老师捧出名 捧厉害了 他们才能赚到钱 才能收别的徒弟 于是他们就在老师面前 表现的不堪一击 一开始老师不信 但徒弟一瞻就飞出去 老师最后不得不信 那长此以往 这个长期撒谎的结果 就真的造成了一个过分的自信 结果就是真的到了经济场上 不堪一击 那个留下内伤也未尝可知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自信的前提就应该是自知 自知 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分量 自己知道自己的定位 那么对于自由搏击 当然他就应该自由搏击 跟他同类型的运动进行竞赛 但我很遗憾的看到 在自由搏击这个领域 他就没出现像这些传统领域 像马宝国 像以前的这老师那老师 那个坏毛病 还有人竟然把小徐约来以后 说要打了 结果不出现 转头报警去了 警察要让他来抓 小徐 这就有点说白了 有点下作了 对不对 那你不愿意打 你就别打 你不想打 你也别约 你把人约来了 你打不过 结果你转头报警 这叫什么回事 这就有点不太像话了 这也是中国在高级领域 以及很多的领域 他都在采取的一个方法 叫他惹不起 他躲得起 他很多时候就关键时刻耍无赖 关键时刻之前 那就无限的给自己贴金 表现自己的民族自豪感 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烈的一个做法 那么正常的态度应该是 也就是我想夸这帮自由搏击爱好者的 那就是你成群结队出去打 各种比赛你可以去打 而且中国的自由搏击 在世界上水平说白了也没搞到哪去 但人家的态度就是 咱们就正是八经按照规则给别人打 打赢了 皆大欢喜 打不赢 回来喝一场闷酒 互相骂两句 回去接着练 对不对 下次争取打好就得了 绝对不会出现 说被人家四秒就打倒 三十秒以内被打倒三次 回头爬起来对着摄像机说 我还没来得及使内功呢 这就是天天拿内功说事 那就是中国今天的这些民族高科技企业 我们对他们在国际现场上跟别人对决 丝毫不看好 你们千万要小心保住了自己的身子骨 好 这就是今天的节目 我们会关注全球各地最新的进展 给大家带来第一时间的点评 谢谢 感谢观看 我们生活在时期中 人类从来没有过 十亿人同时宅在家中 我们依然看到太阳 我们依旧看到星星 只是比从前我们对生活更热爱 我们对生命更珍惜 告诉我吧 你在烧什么菜 你在挑什么舞 你在唱什么歌 还是你与亲友亲心 还是你在感悟人生 展现你的手艺 展现你的才华 展现你的爱心 让你的美好传给世界上 成心之人 传给500年后的新人类 让全世界一同宅家乐 大家电视台 大家一同宅家乐 征集对生活的热爱 请到油管寻找 大家电视台 Hashtag Stay Home Hashtag With Me 大家一起宅家乐 期待你的作品 详情请质询 屏幕上的邮箱地址 signal